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蹦蹦,我是看本期的主持常识 甘蔗清甜多蒸,很多人都爱吃,但是吃的不对可就危险了 没变得红细的甘蔗,千万别吃 首先要凝聚,并不是甘蔗都不能吃 我们要避开的是那些发霉的变色的甘蔗 不过,甘蔗为啥会发霉呢? 我们现在吃到的甘蔗呀,大多是采摘完,已经出现了很久的 碰到雨水多,气候潮湿,气温又转暖的时候,温度10度都很适合霉菌繁殖 甘蔗上长的霉菌会生成毒素,会损伤周术神经系统 严重的还会导致脑缺血,壞丝,甚至死亡 这种毒素来自身凶,十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就会让人发病 更可怕的是,目前还没有应对这种毒素的特效药 如果有中毒症状,务必要尽快送于行为断肠了 如何避开眉甘蔗,以摸质地 蜥蜥的甘蔗比较硬,眉变甘蔗比较软 2.看颜色 蜥蜥的甘蔗外表有光泽,眉变的无光泽 末端可能还会长白毛 切开后,切面中间会有红色丝状物,也可能是褐色,黑色 这样的甘蔗不要买不要吃 3.闻气味 闻一闻甘蔗是否有奇怪的气味 新鲜的甘蔗是清香的,没变甘蔗自然会有霉味 除了避开没甘蔗还要注意这些事 1.甘蔗糖分高不宜多吃 我们常说,遮糖遮糖就是从甘蔗中提取出来的 可见甘蔗中糖的含量有多丰富了 而且我们吃甘蔗,吃的就是里面的汁 不像其他水果要把整个果肉吃进去 说白了就跟喝糖水差不多 2.这些特殊人群不建议吃 甘蔗里面糖多、糖尿病、血糖哥的人自然是不建议吃的 肠胃敏感、容易腹泻的人也不适宜吃 3.宝宝吃甘蔗要注意安全 4岁以下的孩子吃甘蔗时容易被扎、噎到 不建议给小宝宝直接吃甘蔗 4.路边摊到甘蔗汁、盛汁 甘蔗炸成汁以后 你很能知道这个甘蔗原先是否安全、新鲜 万一碰上不良烧饭、转黑鲜前 把坏了的甘蔗炸成汁来卖 吃了酵氧会生病 好了朋友们感谢观众 就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